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听英伟分享 是不是很精彩呢? 很多东西都很精彩 但最精彩的是上次 讲什么狗张飞 和她的亲人有关 只开了头 跟着讲 开了头很重要 究竟那对夫妇是怎样呢? 究竟狗张飞有什么作用呢? 究竟那批小丑衫 和那批圣诞路人衫 又起到什么效果呢? 先讲那批衫 通常教会有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都是专业的制作人 他们不是的 突然间就搞 我说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不可以的 你展茂 它开了七十位 你要有气势 你不是 玩过魔术 不可以的 你要有些东西 不可以的 你既然有这么多人 又是圣诞节 你就派礼物 礼物不难找 或者你福音书签 什么都可以的 那些人扮圣诞路人 那些人扮小丑 扭波 扭多花 扭把劍 我教两个钟 你都懂 做这些东西 有些气势 有些衣服 你十多人出来 别人觉得你不是说耶稣 你觉得是一个普天同兴的派对 是 很棒的 好了 拿一批衣服 给他们去穿 你知道 那些人是不懂的 扭到通地也是 扭扭教教 咦 不行了 这个时候不要开玩笑 那时候 2003年 一个挺艰难的时候 于是我太太 跟我一起谈 不如 我们花点钱 找太太姐姐帮忙 因为我太太姐姐 以前是制衣类工 但是制衣业 已经去东莞很久了 现在东莞已经去了缅甸 甚至是老窝 东莞也没有了 她对衣服很认识 请她出来打理这批衣服 即是烫好、摺好 有几场做的 这些是她的专业 是,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首先请姐姐 照顾这批衣服 另外 最初我不是说 随便说了数九张票 是啊 中间 我特意打电话给那女夫妇 其实现在呢 我都没有叫爸爸 没有叫妈妈 你可以放回吹 可以了 我又怕她忘记了 过多个星期 我又打了其手 可以放回吹 可以了 那没有了 好了 去到第一场 做完宋 报道会 我猜不到 竟然是什么呢 竟然是 我太太的姐姐 走出去 但是没有飞 她是怎么进来的呢 她负责打你的衣服 她是站在旁边的 是 她负责打你的衣服 她是站在旁边的 她是在台上的 她流着眼泪信耶稣 去到第二天 就临时加多了一场 我记得 不知道是25号 那个24号晚 25号下午一场 25号晚又有另外一场 你还没有找你的家人 没有 那你插你了 妈 找什么鬼 插你了 一说就骂了 一说 你没有说这些 我不信的 我记得那时候 去到我大舅舅的家 为你信耶稣 是的 你拿一本去看 陈古应的书 审判耶稣 不知道什么 陈古应是一个台湾的 也有名的作家 她也有名的《慕神论者》 还有写很多文章 去否定耶稣和基督教 他很早期 我妈的家人是这个层次 不是… 故事你根本不想请他们来 没想到 好, 继续讲 好, 去到下午一场 我太太、姐姐又很投音 突然间 我太太、姐姐 叫你父母来 我叫吗? 你叫吧 很多时候传风音就是这样 我叫吗? 是的, 我们信心不足 你叫吧, Chely 月亲的越不敢 是的, 谁叫吧 是的 不要了 月亲的越不敢传风音 是的, 明白 明白 因为你知道他们的东西 他又知道我们的东西 是的 那你麻烦 接着 好了 这个呢 初生之毒不畏苦 初信耶稣就不畏难 刚刚信耶稣 什么都不怕 姐姐 打电话给我爹 电话没有? 打电话给他妈妈 我又没有 打电话给三姐姐 叫我太太的弟弟来 结果呢 四、五点钟到 好, 打电话给我爹地妈妈 我爹地妈妈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未洗落米 什么意思? 未洗落米 那就是未煮饭 未煮饭 你有餐吃就来 吃乳酪吃东西 好, 那么接近我们来 爹地妈妈来 月姐姐只照过那件衣服 她信了, 变了个天使 是的 那就叫太太弟弟 太太弟弟信了耶稣 嗯 那呢, 妈妈很少 外母 外母 外母本来 打麻将 打麻将的 有着局的 在屋邨那里 怎知道 人家够脚 被人放飞机 哈哈 不要着落 有饭吃就来吧 这样 三姐姐都遇到一些 就是太太三姐姐 一直都有些不开心的东西 她那时候就住在錦田 錦上路那一头 那天 我记得不知24还是25日的03年 查法 西田刚刚通车 嗯 嗯 五点 凌打电话 七点凌 是赶得撤离 西田刚刚开 嗯 接着呢 整班在那里聊 哇 每个人来也好 那我就 喂, 到时候你坐哪里 大哥, 满了 派了给淘大的人 啊 接着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那对夫妇出现 杨英伟忘了给你了 这里有九张票 那一刻 我心里面 我跟她说取消了 我跟你说了两次 她是不记得 完全不记得 没有了一件事 这个就是上帝了 上帝不只是用爱主的人 上帝不爱主的人都用 上帝不只是用记性好的人 这件事是要记性不好的人 你明明那个苦福 是啊 结果 我爸爸 我妈妈 我外母 我太太三妈姐 我太太大家姐 我太太 还有我太太弟弟 还有一个女尸儿 还有我 正好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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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不少 不多不少 之后那一晚 我爸爸出去接受耶稣基督 之后她退带了 之后又有个机会 是 是 起码种子落了去 是 那天 我太太三妈姐 她跑了出去 她相信 但她又不敢相信 因为她跟着去打麻将 这个就是矛盾了 大家姐相信了 但是之后那天很感动 之后我妈都全部改观了 她直接说 现在基督教是这样的 跟以前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之后 心软了 之后 我那时候回到同福堂 之后我外母 就在同福堂的报道会 何志迪太太 罗奶圈师母 就跟她传福音 她说信了 一直回到教会 到现在 三姐姐之后信 她也回到教会 到现在 大家姐 她的心里都是信 有祈祷 但是有点难了 我们也为这件事祈祷 小孩也是信的 但是现在也怨恙 不要回到教会 我爸爸 我妈妈 爸爸那时候信了 之后就退态 好了 我太太家 现在差不多搞定了 哇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神答应 是 结果真是一个一个 真是 最难搞的 大家都记得了 坐一站 你叫妈妈 坐你门口 根本我出生到现在 我妈妈看到什么都会罵 她的生命很多埋怨 很多不满 但另外她的人也很热爱 喜欢帮人 很疼我们 即是 罵还罵 疼还疼 我记得那时候 我二年级 我考第一 八、九十日 两级考第一 很开心 拿了成绩表 妈妈 我考第一 你最开心的就是妈妈 这么聰明 买份礼物给你的小孩 很儿童 是啊 是 你真正的赞赏 你买份简单的礼物 她开心得瘋了 什么都好 几句好说话 赚一下都好 是啊 我妈 拿着成绩表 看完 你猜不到她这么说 你看看你 你的平均分 这棵这棵 比去年更低 当然所有人 八、九十人 成绩差了 你才第一 你哪有聰明啊 这个就是我妈 什么都罵 有的 因为我长大了 就喜欢玩骑术 跳篮 那些 不是我跳 我和马一起跳 跳篮 我记得一次 跟师兄一起参加过 商人跳篮赛 他跳完 我接力就再跳 跳十几个篮赛 拿了冠军 十几二十队 然后跟妈妈说 妈妈认识 是不是你师兄大怯你啊 没有变的 都是师兄先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 你行得的 别人差你才行 有人大怯你才行 你哪有得啊 你 好奇 好奇啊 他就是这样的了 我想可能他成长当中 有 有被贬低等等 有 他就影响了 他想起很大 很有趣的 所有东西呢 家里呢 原来呢 就是我太太是一个 是一条感性的锁匙 嗯 我妈妈很多东西是跟她说的 就是原来我妈妈呢 小时候是患过肺炉 差点死 嗯 住在那些疗养院住了一整年 就是想想那时候 妈妈挺美女的 一个美女 哇 天堂跌到地獄 快死了 被人嫌弃肺炉 就是那时候肺炉是传染的 是 肺炉鬼说你咳嗽一声 就立即走 是 就是那种被人 被人抛下 被人嫌弃 一个人很孤单 过了很多夜晚 所以他对这个世界 有很多埋怨 嗯 纵使老公对他太好 两个儿子对他很好 其实他都是 都是吵戀巴闭 很多说话 明白明白明白 为什么他对于主 是中抗他 是啊 因为他不相信有爱 他不相信 没错 哪有那么好处 是啊 他就是这样 那一天 一路 其实偶像我都有 跟他说的耶稣 说的传福音 其实那次之后 骂都少了 有一个新的看法 但是还是不会相信的 好了 直至到2009年 他有一些不舒服 要去查 去查身体 照了肺 有一点点 就是有些白点 白点 白点其实就是黑 其实就是有事 我都呆了一呆 再去看抽组织 就是这样那样 精神 肺癌症 肺癌 因为他的肺是有肺脑 在那里发生 那时候也 希望已发生 希望已发生 那便入院 做手术 割了大概四分一个肺 想着没事了 唉 好了 继续了 其实自从我儿子出生之后 他的人生已经变了很多 开朗 开心 快乐 见到孙子 没有妈妈这么说话 我妻子有了孩子 知道他说什么吗? 生什么鬼 生成是女人女脈 我没听过 我没听过 他什么都骂 生人女人女脈 什么 接着很绝的 我说 妈妈 我不生 你绝后的 就是我玩东西 我妈 很快 不是 我没有绝后 我的后代就是你们两个 是你不生你绝后 你真的很难理解 那位女人很特别 很特别 她挺困难的 但是她又坏坏 是 亦是 亦是无碍 是 无碍 丈夫任 我爸爸很好 但是那时候 那些男人都是粗劳的 不解温柔 我爸爸没有其他女人 不烟不酒 整份工作都给了 星期日 就带两个儿子去钓鱼游泳 真的很好 爸爸 我妈妈这样 一直都是 曹鸾巴巴 好了 到她真的有事 那我们第一个着急 割了 身体还是弱 还是弱 那天 然后再去查 似乎 优优独播放 二十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